那針對有人指控 可能民政黨現在在馬來人為多的 混合區域上陣 是因為可能不敢面對華野選民 或是不敢跟火箭 我覺得這個做的說法也是不正確的 如果你講說我們不敢對行動黨的話 其實在檳城 檳城我們最主要的對手是行動黨 然後我們在競選19個選區裡面 有11個是對行動黨的選區來打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正確 然後畢竟我們所謂民政黨除了華裔以外 我們也有印裔同胞 我們也有馬來同胞 代表民政黨在國盟的旗幟去打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說法不正確 你可以看到我們所做出來給你們看的 而不是講的